随机的相遇都是故事。 法国导演安妮华达虚岁90了,她从事引领风潮的法国新浪潮交母,拍过令人难忘的真实时间,Real Time,电影5点到7点的克莱欧。 安妮华达的面容舞,60多年来似乎没什么变化,尽管多了岁月刻痕,在这部迷人的纪录片《最酷的旅团》中,她依然闪住那双和新浪潮的她一模一样的清澈大眼睛,和33岁的街头艺术家J.R.搭档,进行了一场回顾生命,赞美生命的旅程。 这对最酷的女伴外形就很搭,安妮华达是个个子娇小的文艺妇女,J.R.是个身材高大的都会封青年。 安妮华达视力不好,看东西模糊,J.R.永远戴个墨镜,墨镜外的世界应该也很奇怪。 差异性蛮大的这两人,却基于对于彼此艺术创作的欣赏,一起上路拍一部纪录片。 他们开住一台装饭乘相机的乡型车,朝着法国北边前进,以随机的方式拍照,再把照片给人看。 安妮华达相信,每一次随机的相遇,都会有奇妙的故事发生,而这部片证实了这件事。